宣讀创党发起人会议结果 发起人会议应到人数111位 十到人数72位 创党会议结果过半党人出席并通过章程 接下来我们将宣讀台湾民众党章程 台湾民众党章程目前一共分为五个章节 那首先在第一章节总则的部分 第一条本党名称为台湾民众党 简称为民众党 英译为台湾People's Party 缩写为TPP 以台湾为名以民众为本 实现本党之理念及纲领 第二条本党为全国性的政党 主要的事务所位于台北市 第三条本党宗旨为台湾的整体利益 及民众的最大利益 当然并确认民主自由多元开放法治人权 关怀弱势永续经营的台湾价值得以具体实现 第四条本党主张政府应该秉持 民意专业以及价值三项施政的准则 落实开放政府全民参与及公开透明的运作方式 并且以清廉 情政 爱民为从政守则 服务国家社会 第五条本党遵守国家现有宪政体制 内政上强化国家治理 以心力除弊 对外关系上则采取务实路线 以争取台湾最大的生存空间 确保主体性 第二条党员 第六条年龄满16岁并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 认同本党的理念 得以以规定申请入党 经本党合可后为本党党员 党员以书面通知得以退党 第七条本党基于党员普及化原则 允许双重党籍不收取党费 第八条党员有下列之权利 一 对于党的事务及政策 有发言权 提案权 表决权 第二 对于党的各级党职 有选举权 被选举权 第九条党员有下列之义务 一 正值 诚信 并认同及推广 本党所奉行之台湾价值 二 遵守党的决策 支持党提名之候选人 第三章组织跟运作的部分 在第一节党员大会 第十条本党设党员大会 每年召开一次 必要时得由当主席召开临时会 如果党员超过一千人 得召开党员大会 修改章程 选举党员代表 召开党员代表大会 行使党员大会职权 第十一条党员大会的决议 应该有党员二分之一以上的出席 出席人数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为之 但有关章程的订定或是变更 以及政党的合并 或者是减赛 应该出席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决议 第十二条党员大会的整权 主要有以下七点 第一点 逸决章程订定 以及修正案 第二点 选举党主席 中央委员 以及中央评议委员 第三点 透过本党提名 知各急公职候选人 第四点 依本党规章 行使统一权 第五点 议决政党之合并或解散 第六点 议决年度的决算 第七点 听取党部报告 第十三条 党主席一人 对外代表本党 由党员大会来选出 任期为四年 得以连选连任 党主席请辞或因故没有办法执行职权的时候 由中央委员互退一人代理之 如所云任期超过一年 应该于出学后六个月内完成补选 以补足原党主席的任期 第十四条 本党设中央委员会 委员五到十五人 党主席为当然中央委员 任期为四年 连选得连任 中央委员请辞或因故无法执行职权时 如果所剩余的任期超过一年 而且缺额达人数的二分之一 应于出学后的六个月内完成补选 以补足原中央委员的任期 第十五条 中央委员会由党主席召集之 中央委员会每季应该至少开会一次 其决议不得违背党章 或者是党员大会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应该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委员出席 出席人数要达二分之一以上的同意 才可行之 第十六条 中央委员会职权有以下的六点 第一点 严拟章程的收正案 第二点 通过本党提名之各级公职候选人名单 第三点 通过各地方党部重要主管之名单 第四点 严拟年度预算及决算 第五点 依本党规章行事同意权 第六点 严拟政党之合并或解赛 第十七条 中央委员会下得涉秘书处 办理各项党务工作 第三节 中央评议委员会 第十八条 本党设中央评议委员会 委员五至七人 并互推一人为主任委员 任期四年 连选得连任 中央评议委员会之决议 应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员出席 出席人数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行之 中央评议委员请辞货 因故无法执行之全时 如所余任期超过一年 且缺额达人数二分之一 应于出缺后六个月内完成不选 以赴足原中央评议委员之任期 第十九条 中央评议委员会 职权以下有四点 一 调查党员违继行为 二 决定党员除名及其他处分 三 解释章程 四 审议入党申请 第四节 仲裁委员会 第二十条 本党设仲裁委员会 委员三至五人 由中央委员会临聘 学养居家 立场超然 处事公正者认知 至少一位应具有法律专业背景 至少两人因为党外之社会公正人士 且单一性别比例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仲裁委员会二分之一之以上委员出席 使得决议 第二十一条 党员受停权或处分者 得向仲裁委员会 请求救济 与受调查期间者退党者 调查程序不会因退党而终止 第四当 经费 第二十二条 本党经费计收入 其来源如下 够五条 一 依法收受之政治现金 二 政党补助金 三 政党为宣扬理念 或从事活动宣传之出版品 宣传品 销售或其他授权于 让与所有所得之收入 四 其他依政党法规 所定定之收入 五 由前四款经费及收入之 之身资习 第二十三条 本党之会计年度 采立年制 会计基础采权则发生制 其他财务事项均以政党法及相关法令 依法办理 第五章计刑计则规则制 也是第二十四条 除章程或决议令 有規定外本黨各級會議議事規則均裁 並且依照會議規範來規定之 以上是宣讀台灣民眾黨章誠宣讀完畢 一章誠謝謝感謝各位稍後攏長的章誠 當然也是要讓所有的黨員可以更了解台灣民眾黨的理念 也希望各位在會後可以享受我們所有的章誠 感謝各位以忠誠規定選任負責人及任選人員 一 中央評議委員當選者賴翔偉先生 賴俊明先生 楊興昌先生 賴正榮先生 蔡一倫小姐 二 中央委員林富南先生 周中錡先生 張藝善先生 黃映偉先生 三 黨主席 經由創黨人發起會議結果 推派由黨主席為 柯文哲先生 請我們的主席 感送給大家揮揮手 經由會議的決任 所有的委員 發起人 陰道人數 111位 十道人數 72位 發起人共同決議 我們的黨主席是我們的柯文哲主席 再次的熱烈掌聲 謝謝 謝謝